農曆新年一开始发生的事件, 令社会上的确觉得有些 比过去香港经历的一段很长时间 都好像多了一些乱象, 我想这是一般市民的感觉, 但你从哲学的观点来看, 这也反映到刚才我们陈勇副主席所说, 香港市民其实都是人心思定, 人心思稳,对这个乱现象, 大家都希望它尽快过去, 所以也有相当多人投稳, 我自己的看法, 这只是个人的观点, 我们都不是说平乱的问题, 我们现在香港发生的矛盾, 都是我们因为在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, 我很相信只要大家真的以一个包容共济, 互相体谅的一个态度, 就可以解决到我们的矛盾存在, 我们要如何去平衡这些问题。 我们下期见, 我们下期见, 我们下期见,